1975年4月6日 杭州西湖草长鹰飞 和煦的春风吹动着柳枝青青摇曳 到处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百病缠身的毛主席 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月时间 这天早上 毛主席像往常一样 早早地就坐在了办公桌前 刚准备开始批语文件 一名秘书突然跑了进来 脸上充满了难言的喜悦 最后兴奋地对毛主席说道 主席蒋介石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毛主席的脸上并未出现一丝笑容 相反 毛主席的表情顿时凝重了起来 最后轻轻地回答了一句 知道了 那一天 毛主席再没有跟任何人说一句话 几乎相同的时间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 也传到了解放军305医院的一间病房里 跟毛主席一样 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 也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反而有点惋惜地说道 拙劣的战术家 合格的战略家 在临终之际 蒋介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留下了一个遗嘱 这个遗嘱跟台湾局势无关 跟国民党发展也无关 虽然只有一句话 但是却让蒋介石的议题正式入炼 这天一早 无数国民党将领都早早地来到了追悼会现场 可当他们在跟蒋介石遗体座最终告别时 却都被关锅内的一幕吓傻了 只见蒋介石静静地躺在棺材之内 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 但是他的双腿却显得非常臃肿 有细心之人发现 蒋介石的遗体上竟穿了七条裤子 一时间台湾地区出现了各种猜测 有人说是蒋介石故弄玄虚 也有人说是国民党的另一个阴谋 可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直到多年之后 宋美龄才说出真相 原来这都跟蒋介石的临终遗院有关 时至今日 蒋介石已经去世了四十多年 可是他的遗体到现在仍然没有下葬 而这也跟蒋介石临终前的那个遗院有关 得知蒋介石去世的消息 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何都满脸悲伤 蒋介石在临终时留下了怎样的遗嘱 他为何要穿七条裤子入殓 他的遗体又为何被搁置四十多年 仍未能下葬 今天所长就带各位一起揭秘 出现在蒋介石遗体上的各种谜团 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给历史求识所点点关注 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 又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蒋介石曾亲口对儿子蒋经国说道 我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周恩来 最畏惧的人有两个 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 常有人说 周总理和蒋介石半个世纪的关系时 就是国共两党几十年斗争与合作的历史缩影 1924年 周总理从欧洲留学回国 随后在黄浦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 而此时的蒋介石是黄浦军校的校长 两人便从此相识 只不过他们都没有想到 彼此会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时的两大旗帜 在黄浦军校共事期间 周总理的工作能力 以及超前思想 让蒋介石非常欣赏 而且曾多次向周总理抛出橄榄枝 希望能够将这名干将 设为自己的心腹 可无奈彼此坚持的信仰不同 注定永远无法成为革命伙伴 1927年 蒋介石不计后果地发动了 412反革命政变 大量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遭到无辜屠杀 而蒋介石还多次公开发表 反共反苏的言论 此时蒋介石的大儿子蒋介石正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留学 由于受到附近的影响 蒋介石在苏联遭到了苏共的针对 最后更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 得知儿子处境糟糕后 蒋介石暴跳如雷 可又无可奈何 直到1937年 国共双方展开二次合作之际 周总理通过各种协调 最终让受尽苦难的蒋介石顺利回到了中国 得知这一消息后 蒋介石对周总理万分感激地说道 您是共产党里最有人情味和最有头脑的人 也正是因为数十年的交往和了解 所以当得知蒋介石去世的消息后 周总理却略带晚期地评价道 着力的战术家 合格的战略家 而周总理不仅仅是他蒋介石最敬佩的人 更是全体中国群众最敬佩的人 毛主席和蒋介石分别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 两人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的仗 若论军事实力 毛主席指挥的解放军和蒋介石指挥的国军 毫无可比性 解放军用的是小米加布枪 而国军用的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式装备 可是在战场上 毛主席却总是能指挥部队 把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部队打得节节百退 在军事战略方面 蒋介石跟毛主席相差甚远 无论是任何一场战斗 毛主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 在部署战斗之前 毛主席总是最大程度地了解地形 以及敌伍双方的实际差距 然后做出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战斗计划 反观蒋介石 他从不考察战场情况 完全靠个人意愿进行军事部署 而且作战计划还经常频繁变更 这也直接导致了国民党部队最终的失败 尽管占尽了天时地利 可是蒋介石却始终无法伤毛主席分毫 慢慢的 蒋介石便对毛主席产生了又惊又怕的心理 到了晚年时期 毛主席和蒋介石这对老冤家之间的恩怨情仇 都已经逐渐淡化 在很多场合 毛主席都是以老朋友称呼蒋介石 在蒋介石去世的几个月前 他还曾秘密指示国民党元老陈礼夫 邀请毛主席去台湾看看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 毛主席非常重视 并且也做出了积极回应 他曾向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表示 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 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见见蒋介石 可是何堂还没开始 蒋介石就突然取世了 有消息称 毛主席后来还私下为蒋介石举办了一场个人追导会 那天毛主席听了一天 张元干的宋别子贺金郎 或许这是毛主席在用特殊的方式 向自己的老朋友做最后的告别 其实对于蒋介石的许事 无论是蒋经国还是宋美龄 都丝毫不感到意外 毕竟当时的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三年之久 真正导致蒋介石身体持续恶化的 应该是1969年9月16日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车祸 当天下午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一起乘车前往阳明山 可在行驶过程中 前倒车突然挤一刹车 导致蒋介石乘坐的车辆发生追尾 由于车速较快 蒋介石整个人瞬间撞到了汽车的玻璃隔板上 他的下巴胸部等多个部位都受了重伤 从那之后 蒋介石便落下了心脏肥大的病根 1972年 蒋介石在家里突然晕倒 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 可蒋介石仍然昏迷了半年之久 直到1973年初才苏醒过来 从那之后 蒋介石便再也没能离开过病床 1975年4月5日深夜 蒋介石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职手的医护人员立即开始抢救 一记强心针注射之后 蒋介石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医生准备注射第二针时 旁边的宋美龄握着蒋介石冰冷的手说道 别费力气了 最后房间内所有人全都站了起来 大家都在等着宋美龄说点什么 可等来的却是宋美龄痛哭的声音 在蒋介石临终前不久 他或许是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 有一次蒋介石专门把儿子蒋经国叫到病床前 然后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此后遗体要穿七条裤子入链 棺材不落土将来葬到祖坟里 对于蒋介石强调要给自己的遗体穿七条裤子的遗嘱 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甚至还出现了各种乱七八糟的猜测 直到多年之后 当有人向宋美龄问到这个问题时 宋美龄才满脸悲伤的说了四个字 落叶归根 蒋介石刚刚退售台湾之时 确实对共产党恨之入骨 而且也曾多次派人在大陆搞破坏 甚至还萌生过反攻大陆的念头 可随着大陆的快速发展 蒋介石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 蒋介石的思想之情也愈发强烈 尤其是觉得内心亏欠母亲 自从逃往台湾之后 蒋介石便再也无法寄扫母亲的坟墓 为了缓解内心的思想 他还在台北给母亲修建了一座很大的灵寝 平时不管再忙 他每个月都至少会去祭拜一次 在临终之前 蒋介石重回大陆的想法尤为强烈 更是多次公开发表过反对 两个中国的言论 为了能够落叶归根 蒋介石在临终之前想到了家乡的风俗 所以他才会特别嘱咐儿子蒋经国 一定要给自己穿上多条裤子入恋 或许他期待着死后 能够回到自己阔别了26年之久的故乡 与自己的父母实现团聚 对于蒋介石死后给遗体穿七条裤子的遗愿 在他入恋时便得到了实现 但是他的棺材不落土 将来葬到祖坟里的遗愿 却至今仍未实现 或许是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国民党领袖 也或许是为了能有一天实现蒋介石重回故土的遗愿 在他去世之后 台湾当局提议蒋介石的遗体作防腐处理 进行永久保存 蒋介石和宋伟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最终同意了这一提议 尸体防腐技术最早发明于古埃及 穆乃伊就是最经典的作品 但是古埃及的防腐技术并不完善 直到后来美国人把尸体防腐技术进行改进后 才在全世界有了广泛应用 在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 美国人为了能够把牺牲士兵的尸体 完好无损地运回家乡 在美具尸体上注射了香脂油 从而保证的尸体在比较短暂的时间内 不会发生腐坏 1924年 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利宁去世后 便使用了这项技术 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 据参加过蒋介石遗体防腐工作的翁元回忆 当时给蒋经国提供的两个遗体防腐方案 第一就是蒋介石的身体器官 以及尸身全部放入炮险之中 然后抽出体内的所有水分 静止一个月后 对器官进行清洗 等到一切流程进行完毕之后 再把器官依次放回蒋介石的尸身里 可是这一方案 当即遭到了蒋经国和宋美龄的一致拒绝 虽然并未给出原因 但是能够感觉到 对于一个已故之人做这些事情 不仅会打扰他的灵魂的安宁 而且实在是太过于残忍 第二个方案就是让防腐专业人士 对蒋介石的尸身进行简单的处理 尸体内部器官全部保持原状 跟第一个方案相比 第二个方案的防腐效果明显更差 而且保存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但是蒋经国最终还是选择的第二种处理方法 如今已经46年过去了 虽然台湾每年都会有防腐师对蒋介石的遗体进行重复处理 但是他的内脏却始终没有采取过任何防腐措施 前些年很多台湾专家就曾提议 应该将蒋介石的遗体尽快下葬 否则细菌越升越多 很容易对蒋介石的尸身造成威胁 可蒋介石在临终之前明确表示过 棺材不能落土 只有回到故乡才能下葬 所以始终没人敢贸然做决定 时至今日 蒋介石的官国依然存放在台湾省的慈湖刑馆内 这里也是蒋介石亲自挑选的地方 因为他曾说过 这里的风景像极了他的老家 每当提到蒋介石的遗体何时能够下葬 始终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天一定不会太久 两岸统一之日将会是蒋介石入土为安之时 对每一位中国人而言 一生中始终对落叶归根都有着强烈的执念 即便是一代枭雄蒋介石也不例外 尽管他在台湾经营多年 可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把大陆当作是虾 台湾回归海峡两岸统一 仍是众望所归 相信这一天会越来越近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点赞留言 新朋友别忘了给所长点点关注 历史求知所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